这盘房根种下去已经很久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大了不少 而且又开始要开花了 现在就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有三到四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 对于房根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房根的话 它是洗半阴 但是也能耐全光的一个植物 但是夏天如果烈日暴晒的时候 最好给它遮一下阴 像我的这一个地方 到时这时候这上面是会牵这个葡萄藤的 刚好在烈日的时候可以给它遮阴 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 另外这个房根它是非常非常耐寒的 在北方的室外都可以过冬 所以我们南方就更不用说了 这两门金钱树已经缓了一个星期了 现在就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 我就把它们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除了夏天其他时间 基本上是晒不到太阳的 所以放在这地方养的话 夏天一定要给它遮阴 因为这个金钱树它是洗半阴的植物 怕这个烈日暴晒 如果光照太强烈的话 容易灼伤它的这个页面 另外这个金钱树它是非常非常怕冷的 如果这个室外的温度低于10摄氏度的话 就要第一时间把它搬到室内温暖的地方去养 不过这个温度的话也要高于10摄氏度才行 否则这个金钱树还是很容易被冻死 如果你养的这个金钱树它特别的健壮 然后你在冬天的时候又合理的给它控水的话 有可能不会被冻死 但是也容易被冻残 像我的就是这样 这两门金钱树上盆的时候 没有给它浇定根水 现在就可以浇了 我发现这里它冒出了这个新的芽出来 所以这个金钱树只要温度合适的话 它还是很好养的 因为它的这个快径储存了很多水分和养分 这一道水一定要给它浇透 怎么看它是不是浇透了呢 大家看底下有大量的水流下来 就说明它浇透了